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是有關於顏色跟星的亮度 顏色 恆星所發出來的顏色 看到的顏色 是代表他表面溫度的高低 顏色如果偏紅 就是溫度比較低 顏色如果偏蠻白 就是溫度比較高 太陽的溫度呢 不太低也不太高 黃色的 黃色的 表面大概五六千度 五六千度 黃色的星球 黃色的星球 OK 同樣 來 左邊溫度大概千度 像岩漿這種 紅紅的 然後溫度就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就變成像右邊那樣子 白白的 大概有一萬度左右 像天狼星那樣子 一萬度左右 所以這個叫做顏色代表表面的溫度 那麼在攝影上所謂的色溫 色溫 那個以後有興趣的再研究一下 以後一下 這是色溫 所以就是告訴你顏色代表表面溫度的高低 OK 紅色溫度比較低 藍白色溫度比較高 另外一個就是 這是一個黑體輻射 不過這個朋友不知道 它就是太陽的光圖 中間會發現可見光最多 大概黃色光最多 所以我們說太陽是個什麼的星球 黃顏色的星球 這個小朋友都知道 小朋友畫太陽就畫紅的或者是黃的嘛 畫黑的跟綠的比較奇怪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小朋友都知道 它是個黃顏色的 黃顏色的星球 OK 知道就好 沒有要星的 亮度 古下人很無聊 看星星就看星星嘛 看人說 哇 這一顆比較亮 你叫一等星 那一顆暗一點 你叫做二等星 他把天上的星星總共分了六等 數字越小就越亮 最愛的多少 六等 所以考試問你 人肉眼可見 最愛的星幾等 六等 西亞人說的 你最愛 你最亮 你這樣子 最亮叫一等星 第二樣叫二等星 三等星 四等星 五等星 六等星 人肉眼可見的 最愛的星呢叫做六等星 這個是西亞人青菜公共的 看看這個比較厲害 那個比較不厲害 等等等等 星的 那等到我們有科學儀器以後 我們就會量他到底有活量 對不對 量完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 那個有一個比例倒在說 那這個叫做我們現在在教理 叫做所謂的四星的 眼睛看到 眼睛看到 四星的 他跟距離及亮度有關 你問我手電筒跟燈塔誰亮 手電筒比較亮 因為他放在我的眼睛前面照我好亮 燈塔裡我五十公里看起來不亮 所以他跟距離有關係 如果把大家擺在一樣的距離看誰亮 那個叫做絕對星等 高中才叫 國中沒有 所以我們教你的 我們考試考你的 都是什麼星等 目視星等 眼睛看 眼睛看 他跟他的時間亮度 跟距離會有關係 剛才講過了 這個星等是 希臘蘭的青菜公共 有沒有啊 所以說這個 當我們有儀器之後可以量 說他到底有多亮 我們就發現 希臘蘭的一等跟六等之間 大約差一百倍 我們就在一百當標準 做一個等比級數 所以一等星比二等星量2.5倍 二等星又比三等級又量多少 2.5倍 所以一等比三等量2.5的二次方倍 OK 但是如果考試考你一等跟六等差幾倍 你不要多寫2.5的五次方 就直接寫一百 因為2.5從一百算出來 2.5從一百算出來 OK 一百開五次方 剛好開五次方更只開出來 所以 那有這樣的數量化以後 我們就可以擴展 第一個可以有小數 1.1等或1.2等 第二個 如果比六等更半呢 七等 八等 九等 他比一等更亮呢 零等 比零更亮呢 負一 負二 負三 反正越小就怎樣 越亮 越大就會越暗 所以現在可以出現負的 可以有小數 可以有比六更大 點二更大 我們可以把它數量化 所以你要記住 每兩等之間差幾倍 2.5倍 數字越小越亮 數字越大越暗 然後有個表 不用背 滿越跟金星是不發光的 他是反光的 那為什麼子女心特別標起來 零等 我有看到網路上有資料寫零點四等 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看了一些教授的文章 應該我講的字 我才認真說零就好 OK 為什麼他標出來 他是心態的標準 他是心態的標準 子女心你就是零等 如果比你亮2.5倍 負一 比你暗2.5倍 一等 你要算算 所以不要這樣 這個不用背 給我欣賞一下 看看就好 就是跟各位介紹 有關於顏色代表什麼 還有亮度的一些內容 還有他如何的做計算 有人問答嗎 沒有 很好 謝謝客人練習